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感受到你这么精彩的一生 你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人生感悟 也有很多值得向你学习的地方 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去感受你灿烂的一生 希望你在那个世界 也要让自己天天的开心 会让自己越来越有心 哈喽 千诺 其实我们相识相知 已经很久了 我很开心我能够去经历你吧 去感受你 那时间过得很快 那我们也要说再见了 也特别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那千诺一路的成长呢 其实也非常的打动我 也感染了我 让我现在变得更加的坚强 那希望我们有缘再见 少年人江湖还在继续 刘武杰呢 和其他几位小伙伴的冒险 暂时要告一段落了 但是这并不是结束 他们会在武侠世界里面 相互扶持 相互陪伴 继续走下去的 也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的 关注和支持 非常感谢 然后呢 我也希望看这部剧的朋友们 也像剧中的人物一样 不服输 做自己生活的名家吧 希望大师兄唐莲 能够坚守心中的这份责任 和担当 平心而动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江湖再见 跟一路要告别了 还挺不舍的 其实这几个月呢 其实一直 就是我是一个 自己派的剧会去追的 而且少年歌行 是我自己也本身 就是很喜欢的一个题材 然后想对一路一说 我觉得 若一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遗憾 就跟我本人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拥有了自己的朋友 也有自己心动的人 已经是对若一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 希望他能够永远的 在江湖里面有同伴 希望他永远能够有智慧 希望永远能够相信自己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